大学生化妆现如今已经变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国际中生大学美丽研究社的日常活动为教导色源如何清洁保养化妆等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像理想中的自己 这个有点像归类在兴趣那样子 如果时间分配的好的话就可以 我觉得应该不会很想到学习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全面性的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看这一点上 有知识上的提升 从我们的社团就是社会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在家就可以自己操作 化妆不是女生的专利 现今男生也开始在自己的外表上下功夫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让自己变美的权利 我几乎每天都会化妆 我觉得就是化给自己看吧 因为自己也觉得自己上妆之后比较漂亮 基本上平常每天都会保养 但是化妆的话都是有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会化妆 化妆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自己打理的变得更能看一点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 比较常在保养 青少年的时候就是那个阶段就很容易长痘 就觉得很丑就是有点担心 所以就想要接触 大学生开始接触化妆也是一种成长的表现 家长在其中扮演着其重要的角色 家长的态度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他们还蛮支持的 有时候跟妈妈去逛街 她就会买给我 化妆他们是赞同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人要打扮得很体面 在低卡社群网路平台上的头发结果显示 时常化妆与偶尔化妆的大学生人数 大于平时不化妆的人数 由此可见大学生化妆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头发男女皆可参与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我的美丽 中正遗报 陈璋 吴苗轩 中正大学报导